大家好,我是黄沫 没拍了 迷妹 帅 好了,好了 我已经不相信你们说的话了 广志上来也是帅 志胜上来也是帅 好了,好了,谢谢,谢谢各位 今天真的是 非常紧张,非常压力大 非常卷的一场比赛 但我觉得今天要聊压力 我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上海 这种大城市还是给人非常多的紧张感 我刚毕业的时候租房也没钱 租了个阁楼 阁楼屋顶是三角形的 我给我爸妈拍了个照片 我爸妈笑话我说 儿子你在上海给人看金字塔呢 确实很别扭 我那个床在整个屋的角里边 怎么形容 每天起床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走到屋中间才敢伸来腰 我每天重复一遍 这猴是怎么变成人的全过程 而且我上班之后也是被迫学会了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工作的话 我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冰美式 不上班你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我觉得没有人第一次喝冰美式会特别喜欢 太苦了 拿这个提神跟拿棍子直接论我有什么区别 我第一次喝的时候我就想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更难喝了吧 直到半个小时之后 我这杯冰美式变成了常温美式 我当时就是程序员 我每天就坐在格子间里喝冰美式在那写代码 我觉得如果月王勾剑看到我都会说 手里的胆突然不苦了 还是你们对自己狠啊 如果我现在已经适应了 因为我可以搭配一瓶经典超绿牛奶 每百毫升含6克原生高蛋白 一瓶牛奶两倍营养 冰美式直接变冰拿铁 好喝到隔壁勾件都缠枯了 我感觉就是大家对自己特别狠 这个事是全方位的 经常我去公司前台拿外卖 我看到别人点的外卖 我发现我整栋楼的同事都在断碳水 我感觉这样下去 明年咱们就能解决全球的碳排放问题 甚至最极端有一次 我加班到半夜1点多 我想点个夜宵 我说放松一下 我竟然看到外卖上还有卖沙拉的 我说谁半夜1点还要吃沙拉呀 除非你是一个刚来中国 还没有倒过时差来的美国人 又睡不着又想家 插着那个小番茄跟鸡胸肉 妈妈的味道 我觉得在老家生活 我就完全没有这种紧张的感觉 生活就随意很多 我甚至有一种没有规则的感觉 同样是点外卖 有一次回老家 我晚上8点点了个外卖 迟到了12个小时 按外卖软件的规则 他应该赔我4500块钱 第二天早上外卖来的时候 我妈都混乱了 心情很矛盾 我儿子又吃外卖 但我儿子好像还是吃早饭了 但是早饭吃烧烤 是不是也不对呀 而且你知道在上海待久了 就是很讲究规则嘛 你们也知道 比如火车高铁什么 发车前五分钟就不能再检票了 有一次老家 我到那个检票口的时候 就只有三分钟了 本着一个上海人 对自己道德的严格要求 我在那遗憾 遗憾 然后工作人家看着我说 你干嘛 我说我就三分钟了 进不去了 那你怎么还不跑啊 你没有腿吗 我不能开这个炸鸡 你挑啊 我最有感触的是 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上海已经15年了 但今年过年 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回老家 因为老家就小县城 然后今年才修了机场 机场修的也很小 我刚下飞机 我还在那找百度车呢 我已经看见开黑车的了 而且那个机场很小 就是每周只有三天有飞机 然后一天也只有两班 一班去北京 一班去上海 我回上海那天 我爸妈让我提前四个半小时去机场 我说去那么早干嘛 他说上次那些 没赶上去机场等了四天 去呗 有什么办法 去得太早了 你们等过机场开门吗 你们见过机场锁门吗 你们见过一把U型左 就能锁住的机场吗 我站在那都怀疑 如此简单的安保措施 里面有没有飞机啊 而且小机场 一切都非常的随意 我去了发现 连什么航班时刻表都没有 想看看我飞机有没有延误 我就只好去柜台 问那个工作人员 我说去上海 航班有没有准时 有没有延误什么 他看我延误 什么延误不延误的 人到齐了 咱就飞呗 你看 外地来的 你抄一下 你看这有电话 你抄一下这个电话 下次要是路上堵车 什么来不及 你打电话 我让航空公司等你 直到最后 坐上飞机 我已经系好安全带了 坐在那 我都不太确定 自己坐的 到底是不是飞机 因为机舱门关上的 前一刻 空姐冲着外面 喊了一句 去上海的还有吗 不过在那个时刻 我真的听到了 一个声音说 我要去上海 我仔细听了一下 是18岁的我自己 谢谢大家 听完我同组这三位 中年朋友的讲述 我真的觉得 我太幸运了 活这么长时间 没有创业 没有孩子 甚至还拥有 第一段婚姻 人类学的奇迹 我简直 但我现在最近 也有我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开始 沉迷游戏了 而且很丢人 我沉迷的 不是什么正经游戏 就是那种你刷短视频 刷着刷着会刷到的 弱智小游戏 就是那个 开局就送黄金装备 一刀下去 99999 我跟你说啊 刚开始我也觉得 我说什么东西 就是师兄弟就来砍我 这玩意怎么会有人玩 对不对 玩着玩着 发现挺好玩的 是不是兄弟 怎么不早点来砍我 而且刚开始玩的时候 觉得很丢人嘛 我就鬼鬼祟祟的 别人一看到我手机 我就赶紧锁屏 时间长了 我老婆都开始怀疑我 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我说有什么人 都是兄弟 但我发现 游戏是一步一步 降低人的底线 你看我最开始 肯定不好意思 让别人知道是吧 打着打着打不过了 他跟我说 分享给好友 能获得钻石 我内心就天人交战 犹豫半天 我发给广志 我说那个 是兄弟就帮哥点一下 广志说哥你来晚了 忽兰哥已经让我 帮他点过了 我说行吧行吧 也是好事是吧 忽兰带你玩这个 总比带你朝古墙 而且游戏里是什么样 就是你看广告可以复活 我发现我人生里 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 看广告 后来我都抱怨 凭什么这个游戏一天 只能看十次广告 然后广志过来说 哥你可以冲钱 我说冲钱是可以复活吗 他说不是 但是冲钱一天可以多看十次广告 反正最后就是两头冲钱 你知道把在视频网站里 冲了会员 跳过的广告 一个一个全都亲手看回来了 我发现他这个机制 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 他要跟我说随便看 我也不太想看 但是跟我说 一天只能看十次 我冲钱也想看 是吧 就像我们这个天花板舞台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 是吧 在这上来下去的 隔在工地 这个就叫升降机 但是现在跟我说是荣誉 不是随便谁都能上的 我就好想得到它 以前你问我 讲脱口秀目标是什么 我说当大王开专场 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坐这个敞篷大电梯 而且 也是因为沉迷游戏 就没什么时间干别的 但是有一点很尴尬 你知道我这些朋友 他们好多人都总觉得 我是那种爱读书的人 老问我最近在看啥书 是吧 我就特别尴尬 我说哎呀 最近也忙 书我就随便看点 那种小的那种 那种小小的红书 那现在确实也不看书 真的不看书 就最多就手机 什么微信读书 这些APP上看一看 我很喜欢微信读书 有一点很好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礼貌的APP 你想每年到了年底 各种APP都让你去 朋友圈分享 那个年终总结 你今年听了多少歌 跑了多少步 看了多少电影 微信读书从来不这么做 因为它知道 分享出来很难看的 干嘛呢 是吧 今年你打开了 243次微信读书 每次停留了三分钟 你喜欢的一定是 《红楼梦》的第一页 是吧 因为你看了15次 都没舍得翻过去 但是7月9号那天晚上 对你来说一定很特别 是吧 因为你读重生之 我在大明当黄飞 读到了凌晨五点 所以我觉得微信读书 它最好的就是诚实 是吧 人家谜底就在谜面上 微信读书 你就微微地相信 自己在读书就可以了 我现在也不看书 就是在短视频里 一不小心就把书读了 我发现短视频里 现在就没有 灰色难懂的书 我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什么《红楼梦》 我现在发现好简单啊 就是有个女人叫小美 她前世是一棵酱猪仙草 还有个男人叫小帅 小帅爱上了小美 但小帅娶了别人 小美一伤心 哭着就把花埋了 最后所有人都死了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本书 告诉我们世事无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不必强求 但是自热火锅的价格 我已经把大家打下来了 链接就在评论区 我发现短视频 就是能解构一切的东西 我现在在短视频上 已经读完了《红楼梦》 弄懂了哥德巴赫猜想 还顺便学会了 好几十种早餐 全家都爱吃 我经常刷着刷着 就感觉 哎呀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今天已经学会太多东西了 彻底学到位了 接下来三个小时 只能全看小姐姐跳舞了 所以今天我很感谢大家 愿意看完我这段表演 毕竟同样的时间 你已经能在短视频上 看完两遍《红楼梦》了 这一点上 脱骨秀比《红楼梦》幸运 当然也是我们的不幸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龙鹏 今年的舞台 对帅哥这么严格吗 朋友们又见面了 今年能见面就很不容易 我们这群人 上半年的时候 一直都在上海 在家待了两三个月 你知道能出门之后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第一时间 我就去做了个按摩 因为很久没有时间 体会到那种 你花钱就能买到服务的感觉了 然后当时我趴在床上 在那按着按着 我发现我背后师傅 突然不按了 我正纳闷的时候 那个师傅突然 你是龐博吗 很感慨啊 六十多天了 第一次见陌生人 是从那个洞里 我俩在那四目相对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朋友 脱衣服之前 为什么没有认出来啊 而且在上海 就是刚开始在家的时候 物资也很不充足嘛 而且我个人 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感受 去年我在节目里 我不是讲了一个 蔬菜盲盒的段子吗 对 遭报应了 因为当时我贼嚣张 我在台上 我说蔬菜这种东西 是不可能卖盲盒的 我哪能想到是吧 预言家乱跳 是不可能有好下场的 当时确实很困难 很困难 就是连什么 很多东西都很难买 鸡蛋都不太好买 我还发了一个 微博去抱怨 好在我这些朋友是吧 人都很好是吧 有七八个朋友 各种途径 给我送来了 两百多个鸡蛋 七八个朋友啊 一个送西红柿的 都没有啊 这群透口球演员的智力 真的是 到后来 我家都用鸡蛋饼 卷着荷包蛋 蘸鸡蛋酱吃 后来我都崩溃了 我看着那些鸡蛋 我都想是吧 我要是会复蛋就好了 我都恨自己 我当初为什么要上交代呢 而不是复旦 你居然介绍谁啊 我跟王建国一起演漫才是有后遗症的 而且我当时是跟我老婆两个人在家 我开始对婚姻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 你知道之前总听人抱怨 说婚姻里如果只剩下柴米油盐酱醋茶 会特别的枯燥 特别的乏味 那两个月我一想 那也太幸运了 就那两个月 这七样东西 我家就没有凑齐过 但凡有三个我都吃上茶叶蛋了 而且当时有两个月时间 一直都没办法理发嘛 我头发特别长 已经长到这了 我每天就在那甩 我每天起来像有一个异形 抱在我脸上一样 我这段时间都理解刘欢为什么是那样唱歌的了 而且你懒得收拾嘛 我的时候都甚至想 要不今天就单独洗个刘海吧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发现事情有一点点不对劲了 当时我跟我老婆正准备睡觉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 你压我头发了 结婚七八年了 住成姐妹了 后来 后来我老婆就开始帮我那个扎辫子嘛 刚开始就是扎一个那个小啾啾在头上 后来随着头发越来越长呢 我能接受的底线也越来越低 到最后啊 怎么说呢 双马尾造型的我呀 可爱程度直逼王心灵 就是 就这个造型虽然很诡异啊 但我发现啊 它对夫妻感情其实很有帮助 就是不管你两个人怎么吵架 怎么冷战是吧 只要我抒起我的双马尾 对着我老婆 爱你 她再不想搭理我是吧 至少也会跟我说一句 恶心 其实我还挺庆幸是两个人在家的 你知道 因为可以互相照顾嘛 我刚开始还想 就比如说像我老婆生理期 大姨妈这几天 我就多做一点家务 想得挺好 后来发现 根本做不到 也不是我的问题 女生朋友们都知道对吧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生理周期是会同步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那几天也很烦躁啊 不是很想碰凉水啊 要是能买得到红糖 我也想喝一点 说了这么多 都是苦中作乐 好在都已经过去了 希望我讲的这些 大家也都永远不用再经历一次 希望这个世界上 也再没有蔬菜盲盒 谢谢大家 感谢彭博 邓南子老师 带来的是一段魔术脱口秀 请彭博先进入等待区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东南子 谢谢 我发现 我发现魔术跟脱口秀 完全是两个领域 两个圈子 在脱口秀界 你必须要上脱口秀大会 拿大王 才能上春晚 但在魔术界 只有上了春晚 才能来这儿说脱口秀 上了春晚之后 名气比之前稍微大了一些 前段时间呢 我在高铁站被认出来了 一个粉丝 他是一个安检员 然后我就接受了人生当中 最严厉的一次安检 他的手从上摸到下 从下摸到上 把我衣服里面的兔子 鸽子 鱼缸 全部都翻了出来 当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毕竟我嘴里还藏着 不可牌呢 魔术师最讨厌的就是揭秘 可偏偏平时我刷胆视频的时候 经常能刷到魔术揭秘的视频 我有很多同行非常痛恨这种行为 他觉得自己辛辛苦苦 创作出来的作品 就这样被公之于众了 但我觉得还好 因为我的魔术 都是在短视频上学的 今天我就冒着被同行 追杀的风险 给你们接个蜜怎么样 来了 整活了 好 大家现在没有刚才那个反应了 因为你们已经见过市面了 还有更厉害的 从后面看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来找一位 就是善良的观众 李旦 旁边的娜姐 我这样扔牌的时候 您随便喊停 好的 停 我已经扔完了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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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快一点 好 记住这张牌 大家记住 不要说出来 能看得见吧 看不见佩服眼镜 李旦可能看不太清楚 我帮你看一下 梅花K 眼睛比较小 好 今天这个魔术很厉害 我会隔空把你们刚才 记的那张牌 从中间变出来 然后把它变到一个 充满气的气球里面去 盯着这个气球 盯着这把刀 梅花K 好了 这个魔术 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一副普通的博客牌 当观众选完牌以后 千万记得不要真的把牌塞回去了 真的塞回去的话 我也找不到的 把牌塞进去以后 用你的小拇指 隔在这个位置 然后趁观众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把这张牌 从侧面顶到你的右手里 这个手法就已经完成了 学术上 这有一个名称 叫做把扑克牌藏在手里 然后保持身上 非常自然的状态 千万不要跟你的好朋友 打招呼 嗨 然后拿起气球 把扑克牌 放在前面 挡住 找一个尖锐的东西 把它扎破 这个魔术就 变完了 好了 请注意 一定要用深颜色的气球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晚宴 当时有很多艺人都在 我也演的是这个魔术 当时 李诞走过来 递了一个气球给我 当我看到那个气球的一瞬间 我就再也不想 看他的脱口秀了 好笑吗 一点都不好笑 我当时觉得 我的演艺生涯就要结束了 但是幸好我反应比较快 马上就这样子调整了一下 我的手法 但可偏偏当天 后面站了一个小朋友 他站起来对我说 哥哥 你为什么手里藏着一张牌啊 我当时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只能把我的所有毕生积攒的运气 全部摁在了这张牌上 用力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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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他慢慢真的 穿过了气球 这个才是真正的魔法 谢谢大家 我是东南泽 谢谢 恭喜东南子获得两灯 那么也请潘博回到舞台中央 这是第一次来我们演出的秀 是 感觉如何 非常爽 因为魔术其实比脱口秀 要复杂太多了 主要是脱口秀 比魔术的成本低很多 我就想来体验一下 这种低成本的演出 来这算是被问演出 被问 但东南子还是很帅的 敢挑战彭博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他 娜姐还是被征服了的 娜姐在第一段 就是那段 Suppance 所有人都看得懂的 娜姐就蒙了 这是为什么 好深奖 对 所以我说我拍灯了 我拍灯不是因为 你在脱口秀 这个环节上有多厉害 可能我夹杂着很多 就是变魔术这部分 这个惊喜 而且还能讲解的 就这么让我笑 我觉得这个东西 加在一起这种好奇 我就拍了 谢谢 对 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我都不敢上台说 对吧 你会上台的 能否可以期待 反正你是 我见过变魔术里的 说脱口秀这部分 非常好的 最厉害的 谢谢 谢谢 圣哥没拍也好理解 因为他第一次来 这个舞台上讲脱口秀 又这么新的形式 还接在磅礴后面 也非常难 但是看得出来 舞台经验非常丰富 灯男子平时都在哪演 平时我每周六都在 长沙有自己的一个 小剧场演出 然后欢迎大家 以后到长沙来找我玩 感谢灯男子来玩 最后林总 还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谢谢这个舞台 虽然我的年龄 比大部分选手都要大 但是我来到脱口秀界 我从事这个职业 已经有十来天的时间了 我觉得只要能在 未来的魔术里面 能多融入一些喜剧的元素的话 我觉得魔术也会往前再进一步 我们也感谢灯男子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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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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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